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商场里 我们只要一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马上就能联想到某个产品 那么对于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来说 是不是都可以在大陆寻找企业的广告形象代言人呢 那么看了刚才的节目 就是华硕店老师委托刘玄成为他们的形象代言人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权利去在大陆来寻找他们的形象代言人呢 凡是以法成立的 能够独立的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和经济组织都可以 委托广告形象代言人 你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广告已经成为企业竞争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每年广告投入在千万元以上的企业非常普遍 记者对几家台资企业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发现台湾鼎心集团每年的广告投入是一亿元人民币 欧迪森服装公司每年的广告投入也有几百万人民币 这其中影视广告是企业的首选 为了适应企业的需要 广告的形式也在不断更新 灯箱广告 影视广告 路牌广告 还有新进出现的网络广告 装点着我们的生活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 企业广告宣传的主要种类 包括平面广告 影视广告 广播广告 互联网广告和户外广告 自1995年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正式实施至今 广告运作也逐步归放缓 但是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很多台商对在大陆做广告还有些疑问 我们讲市场概念来讲 其实内地的整个广告市场概念 会比台湾足 我不知道目前在内地的有关广告 会不会因为有一些行业别的区别 那这个部分 台资企业应该是蛮想了解的 那么在大陆投资的这个企业 可以说是各行各业 有的是这个投资了这个大陆的房地产业 有的投资这个电子通讯 也有的是这个医药行业 那么对于这种不同的行业 我们在做广告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规定呢 在这里我简单说一个主要的行业 理向群提词 江泽民的提词是 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理向群士的英雄战士 张万年的提词是 当代青年的榜样 优秀士兵的楷模 池浩田的提词是 人民军队的英雄战士 改革时期的优秀青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 当地时间4月3号下午 在伊斯坦布尔会见来 土耳其对外经济委员会 执委会主席 雅乌斯·塞伊廷奥卢 和该委员会 土中企业家理事会主席 雅乌斯·欧乃等 土耳其企业家 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1992年 土耳其对外经济委员会 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分别吸收两国从事贸易 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企业 组成对口的企业家理事会 以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据悉 北约的巡航导弹 击中了位于 北尔格莱德新城区的 一座化工厂 大火吞噬了部分厂区 火焰高达数十米 浓浓的黑烟遮蔽蓝天 两座高高的烟囱和三座流化塔 正在烈火中燃烧 日前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颁布十周年 北京法学界举行座谈会 来自国家行 长江的水下地形一览无余 给长江大堤的整险加固 和今年的防汛工作 带来极大的便利 这套水下CT系统的全称是 多波数测身及前世声纳系统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水下测量技术系统 它把多波数测身系统 和全球定位系统结合起来 对对水下地形进行覆盖测量 然后形成三维立体图像 据了解 目前五国普遍采取的 水情测量方法 主要是通过平面图 表现水下的地形变化 而这一套能汇出 三维立体图像的水下CT系统 在我国内陆江河 还是第一次使用 下面请看解讯 驻波黑的北约多国稳定部队 3号占毁了从南联盟手段 以后还要继续升下大砖